的确除了四川之外 也要关心缅甸风灾 纳吉斯风灾过后18天 缅甸今天开始3天 全国降半期 这已是缅甸军政府首度向罹难者公开致哀 另一个突破是军政府终于同意 让外国官员进入灾区来了解灾情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预计在星期四22号前往缅甸 虽然军政府态度软化了 但却还是不开放 除了东协会员国以外的人员入境支援 救灾虽然有进展 但是效率始终有限 听到车辆经过的声音 灾民不顾天雨路滑光着脚丫子追车跑 接住丢下来的物资就算跌倒爬起来继续跑 就怕错过了这班车 下一餐不知道又在哪里 在阳光 有的灾民流落街头 有的灾民还好有善心人士的照顾 不少僧院僧女父亲济世的重任收容灾民 孩子睡得安详 大人却一脸愁苦 尽管缅甸民间有满满的爱心 但物资短缺能救的人也有限 各界判了好久 军政府终于在19号 首度开放外国官员进入灾区 联合国人道组织官员赫姆斯抵达缅甸 希望能催促当局加快救援速度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预定在22号前往视察 可以看见军政府的态度已有软化 而联合国也将和东南亚国协合作 25号在阳光举办国际救援事实大会 缅甸目前同意在东南亚国协主导下 接受国际救援 但除了东协会员国的人员之外 并未开放国外团体入境救灾 这层限制等于为百万灾民的深入 设下困窘的框架 达新闻和甲选编译 缅甸风灾也让慈济和缅甸结下因缘 目前慈济勘灾团已经完成了两波发放 其中最重要的联系窗口 就是当地唯一的慈济志工林淑华 他的上百名员工 如今也都成了慈济生力军 一起来协助发放 也以虔诚的心念 不只为缅甸 也为四川的灾民祈福 林淑华在缅甸开设一家公司 不过平时的他就带领员工 投入慈善工作 乐善好施 这次缅甸风灾 林淑华更衣不容辞 协助慈济勘灾团 不论是勘灾团的住宿 交通翻译 他都一手包办 让志工全新勘灾正在 缅甸风灾 慈济人首度踏上缅甸国土 突破层层阻碍 展开发放 其中最重要的联系窗口 就是当地志工林淑华 他是缅甸唯一的慈济志工 在缅甸创立公司 工作之余更是经常带动员工做慈善 缅甸风灾 林淑华放下公事 全力救灾 就是好像还没有到 他现在就到这里 他现在就到这里 研究着地图讨论勘灾路线 从5月10号到现在 林淑华当起慈济和缅甸的桥梁 从勘灾团住宿 交通 翻译到物资打包 不等志工开口 林淑华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让志工可以顺利勘灾 振灾 花什么 花多少数量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桶子里面 要放这个两个 振灾过程中 虽然慈济勘灾团仅仅9人 但发放现场看到的却是上百位当地志工 他们都是林淑华的员工 奉上物资 深深的一鞠躬 是代表谦卑 感恩 完完全全地展现慈济人文 灾灾团在完成两次发放行动后 也终于能好好的坐下来 和林淑华公司的员工 分享彼此感动 还没说话 这名员工比挡不住内心的激动 泪流满面 即使语言不通 也能感受慈济志工那份诚挚 相助的心意 尤其缅甸受灾接连四川地震 同样受灾大家更能感同身受 特地为四川灾民祈福 不分国家 种族 就像歌词中的一家人 丰灾让缅甸和慈济结下深深的缘分 从唯一的慈济志工林淑华 到现在百位志工愿意站出来 由一而百相呼应 此几种子在缅甸这个佛的国土 渐渐散播开来 丹新闻缅甸中文报导 資格洋